做夢4小時候 天啊 媽媽逼孩子 為何要逼得那麼緊 女耶 女朋友 要寫評量 要 要 我媽就說 你豬腦啊 什麼的 你不要再跟我講話 蛤 你不要再跟我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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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被媽媽強迫說 要穿很難看的衣服嗎 有的 舉圈 都有 你是覺得很英國風嗎 就是 沒有 但是你配得好 其實它很有Feel的 後來去學校就被笑了 連老師都說 你特別跟你媽媽說 在我們學校 我會這樣穿 媽 給我買了一件 操手巷 就是這一件 這麼厚啊 這是名牌耶 這個可惜 這 這是女圖的口感 不行買 我媽媽們覺得很美嗎 這個就是 喂 不覺得這個就是很得體嗎 我 姐妹淘親子教室開課啦 今天的親子代表有 戴自華和她14歲的寶貝女兒 宇涵 是佩儀與她帥氣的9歲兒子 貝克允 另外我們還請到了 Julie和她13歲的女兒 娜娜 另外我們還請到了 有一個女兒的爸爸代表 曾陽晴 還有專家王洪哲 和黃聰寧醫師 與我們一起來討論喔 究竟是媽媽逼太緊 還是小孩不聽話呢 歡迎大家 解釋收看我們的親子教室 這個每週到的今天 我們就要來好好的請這個媽媽 爸爸跟小孩一起坐在這邊 因為有時候我們也怕這個媽媽 會這個過度美化 來他們的親子生活 是 所以我們需要雙方都倒庭 來說謀 對 今天要講的說呢 是到底這個管教小孩的態度 到底應該怎麼樣 因為這樣 我就很怕會變直升機父母 因為人家就講說 直升機父母就是 他有任何問題 他都還沒有去消化的時候 你就出現 空降 對 然後你就幫助他 所以今天其實請到了這幾對呢 其實我們要先問囉 就是媽媽曾經管你哪件事 讓你非常不舒服 我們把它寫下來 然後甚至有反抗 有一點衝突的有沒有 好 哪件事是你最不能忍受的 果然第一對的Julie跟Nana 超女兒答案嘛 玩電腦這件事情 因為這真的是 就是常常都在爭執啊 就是因為我每次跟他講說 休息 他就會跟我講 等一下 休息 等一下 那你的限度是 玩多久 40分鐘啊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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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每天有很多個40分鐘 就是每40分鐘 你休息15到20分鐘 喔 OK啊 是不是很簡單啊 要求不高啊 可是Nana你是玩什麼遊戲 我都在Facebook上跟朋友聊天 可是 我 每次我在 在 conversation的中間 他就會停止我 可是 我就會想要繼續跟他們講話 然後我就會跟他們說 喔我媽媽想起 不讓我玩電腦 聊到一半正開心 媽媽這樣對不對 喔 那Nana你有沒有提出一個 一個解決方法 交換 比如說媽媽你給我兩個小時 我休息一個小時這樣 嗯 就 我跟他說 我講完話的時候 就跟他說我要休息了 他就知道我有休息 可是 他還是會叫 逼我停下來 有很嚴重嗎 沒有逼他 沒有逼他 他就 我可以勸 他沒有兩分鐘 就進來我房間 喔你眼睛要休息了 然後 然後我就 不喜歡了 不喜歡 那後來兩個人有摔門生氣嗎 吵架 我才不敢 喔 喔 今天往後到感覺好像鐵木來的兒童 對啊 沒有不過 因為他有時候在玩電腦的時候 他跟朋友在聊天 他們是用那種有視訊框框嗎 在玩視訊了 對 就是都是他的朋友 叔叔不要想太多 對 健康一點 健康一點 可是我其實都會每次都會經過 是 然後他就會不高興啊 欸我要拿東西啊 那他跟朋友在聊天 他就不開心 娜娜你們有沒有幫媽媽取代號 比如說那個 跟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媽媽又從後面經過說 大白鯊又來 對對對 之類的 有嗎 沒有我就跟我朋友 我會講一個 M-I-M-I-R 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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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我都不知道 了解 下次換代號 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們的佩儀跟貝克韓 貝克語 貝克語 對不起 貝克語 是 下課要上安親班 這個是貝克語不喜歡的 我最討厭 就每次我回家的時候 我安親班 有時候就有要寫評量 在學校寫不完 回家 又要一直寫 一直寫 在我媽媽就一直逼我寫 好不容易在學校做好功課 我媽媽又 我媽媽又說 什麼 回家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 知道嗎 趕快去做評量 做不完的功課跟評量 對啊 媽媽也有寫評量 因為是之前以前就是小學 一二年級的時候 她在家裡做功課 那我就會一直吹她 一直吹她 已經快八點了 然後工作還有一堆還沒起 那當媽媽的就會急 因為她回來要吃飯 要洗澡 要什麼都東拖西拖的 然後就會壓力很大 就關係變得很差 還有他們學校有個規定就是 要考試的時候的那個禮拜的 前一個禮拜六 要到學校去做評量 對 這樣我就沒辦法 明明禮拜六 可以來社會數學英文什麼的 明明禮拜六 禮拜七 我就睡到自然行 這樣 這樣我媽媽就 我媽媽在我上安親班 我媽媽就 我媽八點就一直叫起來 我就怎麼了 這樣 送去學校寫評量 週末早上八點要起床 對啊 所以同班的都這樣子嗎 沒有 有上安親班的才有 他就送到 他就說 該去學校寫評量 再寫個四 寫四到五個小時都沒有休息 都不下課的 對 只給我們上 畢姐妳不會心疼就對了 妳覺得 可是他們同學每個都是這樣啊 那妳 哪有啊 所以 貝克影的意思是說 也有同學不上安親班的 對啊 我們班 班上大概一半沒有上 一半沒有上 好 這是第二組的狀況 第三組我們看一下 來 戴志華氏 什麼叫不愛小孩很欠揍 就是我覺得 可能是獨生女吧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小孩 我就很喜歡帶別人的小孩 可是她就對別人的小孩 非常的不友善 然後就會很生氣 等一下 所以妳會逼妳的女兒 要去幫忙帶小孩啊 我沒有啦 我自己帶啦 我自己帶來玩的時候 譬如說人家要希望她 姐姐配合做什麼事 她就是 她不要就是不要 宇涵 那結果妳有幫忙嗎 帶小孩 有啊 可是臉很臭 為什麼妳就是不喜歡 因為有時候小孩子 講話就很自以為是啊 就覺得 我是最厲害的 之類的 所以就打小朋友槍就對了 才不厲害咧 不是 還是妳是希望這段時間 妳能夠出去 有自己的時間 好 也不能出去啊 這三組喔 我們請兩位來評斷一下喔 兩位先寫版 我們的這個老師跟醫師喔 哪一組最嚴重 可能媽媽要受罰喔 都是這一次耶 妳看看 妳看 妳看妳 開心 得到了解脫 得到了解脫 好 為什麼 先讓老師說 我們光從 醫師 這個Julie的例子就可以知道 其實做功課還是40分鐘 也跟打電動一樣 要休息一下 這個是正確的 因為剛剛貝克宇 嚴重的控訴說 她寫功課 連寫四五小時都沒有休息 好像剛剛還偷偷講 大家都沒有聽到說 連上廁所都不行 連上廁所都不行 但是學校規定不是我 我這家我可以讓她上廁所 OK 就有 或者是 我不知道 好慘喔 禁止喝水 所以我是從醫學的角度來看 第一個眼睛 第二個剛剛 連膀胱都會受到害處 所以我想是應該要 讓她有一點休息 其實 休息是為了走更遠路 其實很多的學習上 都告訴我們說 你如果沒有一些 足夠的體能 或是休息的時間 你反而學習的成果 是 所以那王老師也覺得 我想孩子講的話 最單純的 你知道嗎 剛剛 那種感覺啊 對啊 終於打到一個機會 可以來這邊控訴一下媽媽 對 那表示這件事情在她 周遭裡面 日常生活裡面很重要 對 她可能有嘗試去跟你溝通 可是溝通無效 所以她必須要 嗯 我必須要把它全部都講出來 我在學校裡面 過我的生活是怎麼樣 對 所以這個時候媽媽就要聽進去了 因為真的會影響到 心理的那一個層次 她覺得壓力太大了 沒有 我覺得佩妮應該這樣講 我知道很多父母 其實當然都怕小孩就是說 哎呀我是不是沒有監督好 對 那她是不是真的好像比別人差 是因為我沒有監督她 對 那但是其實 比如說你有沒有看到另外一半 不上安親班的 你會不會覺得那樣比較快樂 有 可是因為就是我的家庭 因為媽媽常要生病 要住院 那我就一個人 又沒有了 這 你是適應的還要再給我上安親班 好啊 她爸爸有講說 她不上安親班 但是她必須要寫一個保證書 我不跟媽媽頂嘴 媽媽叫我做功課我就會做 因為她以前就是 我叫她動她就不要 她就等一下又怎樣 所以就變成關係變得很差 不要我叫她 你不管我啊 我不管你 真的喔 真的嗎 貝克宇會嗎 可以嗎 可以嗎 不管妳會自己寫 好 真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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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賭喔 好 好 貝克宇妳知道現在因為有機器在錄喔 對 所以其實妳真的很有信心說 我能夠自己管好自己寫功課信件 可以啊 好 好 好 感覺好像真的長大那種感覺 對啊 不好意思 因為低一點 對 要先給妳一個低一點 好 貝克宇 待會妳要一直講媽媽的話 馬上會被電影變喔 嚇小孩 是 我們現在開始看一下 其實還有很多這個 很多不同的方面喔 首先第一個呢 這個逼迫只是有一顆心的 是說 全身造型都要媽媽一手打理 完全不能有自己的意見喔 我們只要問一下 三位小朋友 你們舉這個圈叉牌好不好 你們有曾經被媽媽強迫 說要穿很難看的衣服嗎 有呢 舉圈 都有 怎麼會這樣子 你們要先講 那男人你13歲妳先做 她就有一次 我有一個音樂會 然後她就幫我買一個很長的裙子 然後很長我不喜歡很長 然後就bling bling的 然後很幼稚 然後她就逼我 媽媽要翻白眼了 那 那 但是那時候已經 很多錢 然後而且媽還精心為妳買打扮 對 不是我的風格 為什麼我要穿 那個時候是妳幾歲 娜娜 差不多 11吧 你知道嗎 Julie姐 是 因為我小孩 我大的才六歲 她非常有自己穿衣服的想法 對 現在穿就是這樣 對 我說 不是妳穿這個比較舒服 她說 不是 那個是睡覺穿 不能穿舒服 我說不是 她只是棉布 她不是沒有 那穿起來像睡褲 對 然後她就要穿那種 比如衣衣牛仔褲什麼 然後我就說 妳看我 我穿的是運動褲啊 她說 很像睡褲 所以 那我只是 OK 我的意見只是要讓她舒服 那但是 我後來想想 她舒服的是那一件啊 我說好 那妳就這樣穿 所以那時候其實Julie 妳在選那件衣服的時候 是希望 女兒在舞台上看起來 有什麼感覺 對 我覺得說 要稍微正式一點 那她平常穿的衣服 都比較輕鬆嘛 所以我還特別去幫她 選的那一套衣服 想說 她穿上去 這樣 Bling Bling 這樣很容易 大家就可以注目她 是不是 可是因為有其他的 一起表演的 她們穿的也是這個風格 她那一次是獨奏 獨奏 她剛剛已經皺眉頭了 妳就沒頭了嗎 其他的沒有家 那娜娜妳本來想穿怎樣 就是像白跟黑啊 就很simple的 我不用穿什麼Bling Bling的 音樂就這件了喔 我們看一下 這個媽媽們覺得很美嗎 媽媽請舉牌 來 圈倉 最近是名牌的啊 媽媽都舉牌了 真的很美 爸爸可以舉牌嗎 可以可以 天先生妳的看法是 你覺得 這個就是 喂 喂 不是 又買得到 不是 你不覺得這個就是 很得體嗎 剛好裙子也到膝蓋 可是我覺得黑色 好像好像太 真的太不靈 還有加一個小外套 太disco了 太disco了 如果我去玩 然後下來可以穿 其實我 很土的 很醜 很醜 不要以為自己是黑色漢 就可以在講話 兩個人 不是 現在的重點 我問一下王老師 其實重點好像不是說 他好不好看得不得體 是不是 你看孩子的眼光 跟我們大人是不一樣的 孩子剛才其實已經講了一個 很重要的一句話 大家沒聽進去 這個不是我的style 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有自己的想法 你說根據研究 那個六到九個月的小朋友 就有 Ugly這一件事情 就知道美醜了 而且是自己的美醜 所以自己的心裡的想法 跟其他人的想法是不一樣 我喜歡我很 很簡單的黑與白 因為我覺得我這樣很有氣質啊 媽媽都聽不進去 我覺得他想走很酷的那種 可是問題是 的結果 你看看他今天穿的鞋子 酷啊 先流行就好看啊 一紅一藍 不是 我就不懂 就是說為什麼 對啊 要這樣子 這個好像納豆也有這樣穿過吧 我是真的穿錯了 有流行一些鞋子 真的左右設計不一樣 其實是很好看 是嗎 是不是在這個年紀 想要表現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對 是不是 不過肯去表達自己的喜好的孩子 媽媽應該很高興 表示他在發展當中 他的生理需求跟安全需求 都已經達到了 他才有機會去表達自己的意思 人家人員 吃不飽 穿不暖 爸媽媽在哪裡都不知道孩子 他是沒有辦法去告訴你說 這是我的風格 所以相對上 你們要知道很高興 你的孩子很幸福 開始已經在建立自我的形象了 那貝克宇請問你是 不喜歡媽媽給你打扮成什麼 什麼風格 不喜歡 紅色那種像女生的 這我媽媽給我買了一件 超醜像 就是這一件 什麼口 這製作名牌 那貝克宇請問你是 不喜歡媽媽給你打扮成什麼 什麼時代喔 你不喜歡 紅色那種像女生的 這我媽媽給我買了一件 超醜像 就是這一件 什麼口 這製作名牌 對啊 下次找到是名牌 他都說粉紅色 對 配個白褲子也很好看 他現在這顏色就是敏感 你知道 心死了 然後他很喜歡那種黑白 因為他的偶像是 Justin Bieber 然後前陣子 非要剪這樣的頭 酷啊 我說這個頭很難看 不好看 他前面那個頭比較好看 他說媽我要剪這個頭 跟我吵了好幾天 我沒辦法 現在就這樣啊 很帥喔 然後他還去 佩玲你的兒子很帥 而且還去買那個噴 因為他喜歡染頭髮 他說媽我幾歲可以染頭髮 像白頭髮 怎麼好看 他就說就是要這樣龍捲風這樣子 對啊 沒有我現在有點覺得 其實家長怎樣都不會滿意 我真的覺得這一點難看 我太太最不滿意 我太太 我女兒是這樣 我女兒 13歲 13歲 她永遠都穿 一件T-shirt 一個牛仔褲 她覺得這樣最酷 對啊 我太太說不行 不行 那個有一次我太太 激到 你怎麼又生氣了 對 我女兒的那個衣服很大 裡面都是衣服 我老婆全部拿出來 全部拉出來 全部都掉在地上 這麼多衣服 你不給我穿 你們好暴怒的夫妻喔 你們這樣好人氣喔 對啊 我太太是非常有美感的人 就跟那個媽媽一樣 你怎麼有美感 太太是繪本的畫家 對 她得過世界大獎 是 她說要配色 她好像有場合啊 對不對 媽媽買這種大紅的 就很土 就不要花這種大紅 你騙人啊 不是 不是 對不對 媽媽就大紅的超主 對不對 媽媽是希望再一個裙子 你下次看到你 你會一塊鞋子 我不是鞋子 這是你日空 對 不行買這個人 沒有 我如果說 爸爸怎樣都不會滿意 這件事是這樣的 我的女兒從小 她就是除了抱著的時候 她會被我穿上一些 比基尼或裙子 接下來她落地之後 她從來沒有穿過裙子了 她不要 她覺得 我爬爬去被人家看內褲很糗 我要穿褲子才帥 那我最後只有給她一個規範 我說 你不要太多圖案 就是比如說 這裡是史迪奇 這裡是海綿寶寶 這邊有一個 她說這樣為什麼不好 我說太花 那這個原則她有聽進去 我跟妳講 貝克宇那件我女兒一定愛死 去配 走出去看 黑白這樣配套 很帥耶 小男生這樣OK 她說喜歡Justin Bieber以後 就是都是黑白黑白 永遠是黑白 還要戴個帽子 這樣子 如果是永遠是黑白 我老婆就翻臉了 對 她到時候就翻臉 她說妳每次都穿一樣的衣服 妳只有這套衣服嗎 妳只有這套衣服嗎 我跟妳講 到最後她們兩個都會 哭泣 擁抱 最後結局一定是要這樣子 然後才能夠 但是又穿T恤跟牛仔褲 不行 不行 一定要穿剛剛那件拿出來 那件有兩件 所以 所以那是場合需要啊 對不對 要得體啊 好 所以我們問一下王老師怎麼辦 因為有時候父母的介入其實也是 像剛剛Julie講的場合 其實孩子我們要尊重他 我們要尊重他自己的穿衣打扮 因為他的美感的發展 藝術感的發展 其實是在這些選擇裡面的 什麼叫做在這些選擇裡面呢 有些孩子是爸媽從小就幫他們打理好 OK 他沒有那個藝術的配合的那樣子的一個選擇 反正對那個藝術感的那個發展是不好的 有些孩子呢 你讓他 五歲的孩子就有一個三乘三原則 什麼叫做三乘三原則呢 三乘三就是 如果你有三件衣服 然後你有三件褲子 好 這樣子會有幾種組合 一種 九種 都是圓的 一種 好 會有九種組合 五歲的孩子就會從這九 九個組合裡面 挑出來一個最佳解 最佳的一個配合 對 然後最漂亮的 他認為最好的 那 這個 這個只是在跟家長講說 你要讓孩子有所選擇 當你要強迫孩子穿的時候 我的做法是 前面三套 你選一套 他永遠選了一套 沒有關係 但是你讓他看到其他兩套 這是很重要的做法 而不是你說你的 他說他的 教養裡面最無效的教養 叫做 公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 你跟我永遠都沒有交集 這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只會傷到你們的親子關係而已 好 還有第三對 不曉得第三對會不會很嚴重 是 宇涵你有被逼迫嗎 宇涵 他那什麼 他是 就是 說 你很熟耶 沒有 因為 他說如果東西沒有物歸元素 或是燈沒關什麼的 就 他就說 懲罰就是 對 他配衣服 就是我配衣服 因為我很尊重他 他喜歡穿什麼我都不管他 可是他就會挑他自己喜歡穿 那我買了很多 這是像這種 對啊 這很 你不覺得很英國風嗎 他每次都這樣講 但是你很像你在裝什麼 然後他說 穿花裙 很 很Fashion 可是 這是阿嬤裝嗎 這個沒有 這個 這件裙子已經得到我先生的認同了 就是你配得好 其實他很有FU的 所以都是你的衣服 對 你媽媽穿還滿適合 沒有 我覺得 沒有 剛剛我一開始也有覺得有阿嬤的FU 但是如果戴志華剛剛講配 你這個裙子配靴 靴子 你配靴會很酷 靴子 有 現在是來的 沒有 你是不是要配那種 是繩子 對 沒有 他突然去學校就被笑了 連老師都說 你可不可以跟你媽媽說 這 在我們學校沒有會這樣穿 所以現在 現在就沒有干涉小孩的穿衣了嗎 其實本來就沒有干涉 我只是覺得說 他每次生活習慣都不是很好的時候 我想要找一個東西整整他 我就覺得這些他不穿的 好狠喔 你們是要整他 所以接下來這張貼紙 你們投票要給誰呢 覺得我也是我 王老師你覺得要給誰 為什麼 因為你覺得那個品味太離譜嗎 你覺得整人家耗給你分 也不是啊 就是不會用衣著這件事情 來當作懲罰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不好的 OK 那黃醫師 對 我也是會給自我 來 恭喜啦 對嗎 因為他出去還要戒人 對啊 其實我們都知道 這個年紀的孩子 他最重要的人際關係 是在他的同學 當然他如果去學校這件事情 會被同學笑的時候 那我想這事情就很大條了 所以千萬不要拿孩子的同學 去作為你跟他親子關係的賭注 很容易會輸 好 接下來呢 要看到我們前進到兩顆心 這個逼波是逼什麼呢 逼吃東西 有就是說什麼東西都要 好吃的不能吃 然後難吃的就要主意對 來逼大家吃 我問一下我們三位小朋友 你們被逼迫過 吃過最難吃的東西是什麼 媽媽做的菜 天啊 媽媽做的菜 聽起來好像很低音的感覺 然後娜娜妳也是寫青菜是不是 青菜會很大量嗎 娜娜 應該有 我們說客觀一點 大概是多多 一湯匙 一湯匙 這麼大的湯匙 沒有就是一個湯匙這樣 妳一湯匙的青菜都不吃喔娜娜 不是啊 妳自己講 我自己 我只是喜歡吃沙拉 因為我覺得都沒有油 就比較健康 那媽媽餵的是炒青菜是不是 對 因為妳不可能每天吃沙拉啊 為什麼是青菜妳說有苦味啊 我不敢吃 就有點怪怪的味道 可是完全不吃青菜這件事好像也不行啊 所以媽媽就一定要講啊 不過我們今天來的孩子都長很大了 所以應該是 已經脫離了那個嬰兒時期 妳會擔心她將來發展的問題 所以我通常像這樣的孩子我只問一個問題 妳有排便有順暢嗎 嗯 喔 現在沒有辦法到鏡頭身邊回答 不好意思 她今天是為女同學來 她想說我要告訴大家我便宜 我假設妳是順暢的好了 那如果說今天一個孩子 她其實 她的這個每天的排便都很正常的話 其實在飲食上 尤其青菜的部分 我會認為那妳可以用其他的水果啊 或什麼其他 或者是妳沙拉的時候 妳平常不是每天都吃沙拉 但是妳一個禮拜還是會有好幾天 有沙拉可以吃的話 這樣應該就平衡 對 妳都吃什麼沙拉 Caesar OK啊 那也是菜啊 妳要累死我啊 對不起 不是 一個禮拜妳不能每天都Caesar salad 對不對 我會吃很多水果啊 喔 那OK了啦 OK 好嗎 媽媽生氣了 不要生氣 不是 妳們這樣我很難帶小孩 沒有 小孩很好 妳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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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她現在回家會跟我講說 妳看 她在阿姨也說不用吃那麼多青菜 妳看 醫生也講啊 無所謂我叫排便正常 下次我把我小孩帶來就在那裡 好 我就可以了解妳的心情 那這個佩儀是說蛋黃跟青菜 然後貝克宇 她青菜是一湯匙嗎 還是妳會逼她 沒有 我連一口都不吃 她是要吃很多水果 但是她很奇怪的是 從小她就很喜歡吃茶椰蛋 可是她茶椰蛋啊 就不吃蛋黃 死都不死 蛋黃那個 都很不好吃 再那個還苦 有點那種苦苦的味道 再吞下去的時候 還卡到頭了 然後她們老師 但是她們在學校 她們老師喔 就知道她有這個問題 就會把蛋黃 來老師變魔術給妳聽 給妳看 然後她就挖一湯 她們學校的湯 然後把那個蛋黃這樣搖搖搖 就蛋黃不見了 沒有 我早就知道 我早就知道 我那個老師已經是騙我了 因為魔術都是在耍把戲 她就把這個蛋黃 那貝克宇 玉米蛋花湯可不可以 蛋花 蛋花可不可以 什麼是蛋花 就是把蛋打起來 像玉米啊 玉米濃湯 玉米濃湯可不可以 玉米濃湯還可以 其實她都還有機會可以協商的 那戴士華這邊是 媽媽做的菜很恐怖嗎 我現在以前很恐怖 現在好很多了 在你家裡應該是 爸爸做菜的機會多吧 可是爸爸有時候出去啊 比較忙 或者是爸爸有時候剛好在家 然後他覺得說 那我也可以煮菜給爸爸跟女兒吃 然後結果煮出來以後就 對 我跟爸爸先了 好慘喔 嫁給一個廚師 民廚有多慘啊對不對 所以其實戴士華你反而是餵他吃肉 肉丸啊 他很不愛吃肉丸 對啊 那就不要叫他吃啊 沒有 因為我們那次是朋友在鄉下 就去埔里 然後人家請吃那邊 當地很有名的 然後他就給我在人家面前就說 很難吃 我當場整個人活到 我後來兩天不讓他吃飯 我讓你知道什麼叫做 就是你不能有這樣的態度 小朋友講出 你逼我 逼這個字 講的越多的 那個的進食 那個餵食就會有 越有問題 因為根據調查 偏食挑食 這一個最常發生的 的行為 是在於爸媽不正確的逼食 對 而且沒有很正確的去 引導孩子吃 吃這一樣的那個食物 所以當你越逼的時候 孩子就越挑 當你 當孩子在吃東西的時候 你下了一堆 不是很必要的健康宣言 譬如說 這東西對你很好啊 對你的眼睛很好啊 對你的身體很好啊 可以長高啊 可以變胖啊 這個東西對孩子來講 是不重要的 因為吃這件事情 最重要的是快樂 最後呢 我們來看到這一個呢 是五顆星的喔 是說功課要考第一 才藝要比人強 我們先問三位這個媽媽爸爸 就說你們有覺得自己是一個 會逼小孩功課才藝的爸媽嗎 有兩個媽媽打叉 是 只有這個佩儀打圈 只有你打圈 貝克宇也一起圈嘛 這是無用心 因為你也知道貝克宇今天來 你也沒辦法打叉 你覺得媽媽會幫你嗎 會啊 會喔 不是安靜有一個V字在你胸部 所以有很多那藝人的小孩都想來這裡 這也是天堂 這也是天堂 那一把媽媽這樣子 然後那個藝人都不肯來上這樣 對 剛剛Julie姐是舉X 我是舉X 我不會啊 你不會頂他功課 不會啊 而且我覺得快樂就好了 你功課只要做完就好了 那才藝呢 有沒有上很多才藝 才藝的話我只會要求說 你把你該做的做完 該練琴的把它練完 其他時間就好好的玩啊 是嗎 Nana媽媽像她說的那樣嗎 是不是 圈叉 你說呢 我全部陪你了 這個是叉喔 你是要捲叉還是圈 這個好了 覺得剛剛有威脅的感覺 我手是一邊 那VV的牌子也貼上去了 好好好 那你講 我講 我有逼你嗎 現在就有 對 先不要聽她 好 Nana說其實你真實的感受 其實她不會逼我 只是她會在後面一直盯著我 可是我想要自己寫我 寫功課 然後可是她就在後面 我就會覺得 我就寫不完 就是很 有一個人的 她在一起反而寫比較慢 對不對 對 然後她就一直跟我講話 跟 不是功課的 題目 要聊別的東西 聊別的 對為什麼小孩講話你要干擾她 沒有啊我是關心她 請功課 我就說你會不會累要不要喝果汁啊 那個 你做多久了啊 15分鐘了沒眼睛要不要休息一下啊 然後她就會一直跟我講說 我快做不完 你可以不要一直跟我講話 所以這已經有一點直升機現象了是不是 是 冰眼這真的是 變相的釘啊 你知道嗎 其實搞不好 沒有我為什麼她太累啊 是這樣嗎 不要打結 好 我要送個飲料或是什麼 想要關心一下現在的進度 你知道嗎 對 我們都呼籲小學以上的爸媽 不要釘功課 你一年級就開始釘功課 你自己可以知道你要釘到多大 一定一路釘下去的 真的是這樣子 以前我們有人釘功課嗎 沒有 自己對自己的功課負責 這是最重要 對因為其實就像那時候我有聽說 一種一種概念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讓她作業這麼完美 因為其實作業不是要完美 不是要拿A++++不是 作業的目的是讓老師知道 你哪裡不會啊 她不會就讓她不會 他們學校是就是 考試的時候 連平常的分數都一起出上2 然後成績單位下來 如果你的分數很後面的話 同學會笑你 那哪會啊 對 其實我身邊也覺得啊 就是她如果有問我功課說 媽媽我這題不會做 我都會跟她講說 那留著沒關係啊 你去學校問老師 她都不會教我 是因為你不會 不是 媽媽是覺得說 你在學校學習啊 那應該要去問老師 那我又不是老師 我覺得兩組不一樣 我覺得Julie是一直擔心說 真的會不會累 然後會在旁邊 那佩儀姐是更有責任感跟榮譽心 就說我們不要輸 免得你會被她打笑 不是是我媽媽那個 我媽媽只是有時候那個 就我做錯幾題了 我只做錯了 之後我媽媽就說 你豬腦啊什麼的 然後馬上開我的脖子 然後再打一打去 揉著你脖子說你豬腦 不是 比方說她除法 60除上2好了 她那個個位數跟個位數要對好 因為他們學校裡面齒 都要用個齒話 不然會扣分 那我已經跟她講說 個位數 齒位數 那個都要對好 她不是要寫斜的 我第一次擦掉 我跟她講要寫直的 她第二次還是寫斜的 第三次還是寫斜的 因為你一直給她擦 她覺得當你耳邊封你講的話 根本沒有聽 我這次我就很生氣 就會打 你現在要試試看嗎 紙放斜的 她就寫直的 沒有 這個 這個我要問一下王醫師 其實我有時候覺得 父母的焦慮 多半也是學校逼出來的 因為你要看碰到什麼老師 或什麼 對不對 學校的要求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說 不要當橡皮擦的父母 有時候真的要跟 跟學 要看一下學校的態度 如果學校也是這種緊迫盯人的 有時候媽媽真的會瘋掉 對 剛我們學校沒有逼我們說 一定要什麼值得 我真的覺得 媽媽跟老師誰比較嚴格 媽 媽媽你超過老師的眼睛 媽媽真的不管你喔 大叔最後一名的話 你比同學笑你 我不管喔 可是他你不會這樣 你不會這樣 對 你回去又是另外一套 這點好像剛剛也舉差的語涵 其實比較嚴重的是才藝班 是不是 你被學了什麼才藝 跳舞 游泳 日文 跆拳道 朱鑫 高爾夫 鋼琴 壞壞 以後我們會在奧運看到你嗎 古文官紙 古文官紙 哇 很厲害 古文官紙就是去上 然後要背古文官紙是嗎 沒有要到背啦 他 什麼叫古文官紙啊 就是 有一本很厚的 然後就是收集一些這個 各朝代的 等一下 等一下 余涵你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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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九種是同一年 還是分幾年的 都是小學的 那你 有你自己選擇的嗎 還是全部都是媽媽決定 跳舞跟畫畫 是自己比較喜歡的 跆拳道也不是我 對 高爾夫跟跆拳道 自己有喜歡幾個 但其他是媽媽逼的 朱鑫 算也是老師逼我叫他去 我一直不願意 老師就一直打電話來關切 我就沒辦法 那其他 你有沒有跟媽媽稍微表示過 其他有些是真的我不想學 朱鑫 算跟游泳 那為什麼呢 因為游泳都是一下水就要游待四趟 可是他就是跟你說你不可以站起來 你站起來喘口氣都不行 像媽媽說還是教練說 教練 我不會游泳 三四趟還好啊 我女兒下水三年級就一千了 很累啊 就一定要給我游一千啊 你女兒都會拆卸刀槍那些不太 我跟你講 我女兒現在跟我做肌耐力 她現在可以把我抱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曾博士那個一千是你規定的還是 我都跟我一起游 爸爸有多少 他幾歲啊 他那時候三年級啊 三年級就要跟你游一千 一千很多耶 還好啦 不是 我有一次 你身體強壯很重要 對 我有一次自己在游泳 然後就啪啪 下來一個小男孩 好可愛 肉肉夯夯的這樣 我就看他水裡的那個腿 好可愛 大概小學三年級了不起 然後我就出水的時候 再喚氣的時候 我就聽到他媽說 挖式去自由式回來 開始 然後我就 我就 我就想說現在是怎樣 然後小孩就 蛤 踩小三就 拍拍拍 拍拍拍拍拍拍拍 妈妈跟那个应该是外婆 就在暗上 然后外婆也不以为意 就围着毛巾说 爱呀 好可爱啊 那我就是想说 真的蛮恐怖的耶 可是游泳真的是 训练体力很好的办法 还有健康 而且我是已生作者 我自己在那边游азыв عن 我一下女生说四字烫 她就开始游了 等一下 黄医师跟王老师写下来 谁逼得很紧 我覺得他們現在要變成一個聯盟了 曾博士 曾博士跟戴志華要變成一個聯盟了 意志力 你知道嗎 要盡量的意志力 以後他們是那種海上的救難隊 成功就靠這個 這是關鍵 講得好 我最喜歡的地方是在裡面 我還在裡面 要怎麼過 是 來 先為專家請主牌 其實是曾老師比較恐怖的 下面是生酷的 太恐怖了 還是誰啊 拒絕接受 我們是活酷 最近最新海異生意的活動 很生氣 它是國字耶 好不好 我們之前有講過 學歷跟那個教養沒有關係 之前有講過 學歷跟那個教養沒有關係 不會吧 不要說我好可憐氣 是 為什麼哪裡不對嗎 對 這 不是 才藝這件事情 留下有興趣 還有孩子行有餘力 這兩個原則很重要 如果孩子已經覺得很累的 然後已經覺得我不喜歡了 那我告訴你 這個東西長大以後很難發展成專長 尤其是有關學科的 譬如說從小逼英文 你覺得外語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給我坐在那邊學 這一類的孩子到四五年級以後 英文是最差的那一個族群 喔 就不能用逼的就對了 對 絕對不能用逼的 挑出它有興趣的 你看剛才那九項才藝裡面 很多東西是自己喜歡的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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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留下來 那其他東西就不要逼了吧 對啊 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 古文觀子很早就放棄了 因為媽媽要一起上課 欸 這些家長 她一直都覺得很辛苦了 對啊 所以其實那時候 我也聽過一個說法就是說 為什麼補習要補 不強的那一個 他說為什麼不轉換是補他強的 因為他又喜歡你會讓他更強啊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我們在這邊 最後是不是請三位小孩說出 對媽媽管教方面的期待 就是 不要哭 不要哭 不是 不是 我沒有哭啦 喔 你暴力要好嗎 不是 我媽媽有時候 我坐在椅子上學功課 是自學的有點難看 在我媽媽突然一下 馬上一掌 啪 過來 有時候還會直接 任我脖子直接這樣 幫我弄到地上 有時候還會拿皮鞭出來 其實妳要覺得很感動了 因為 所以我跟這些人 其實 因為它有時候六跟零 都寫得很像 根本就那個 它明明這麼大 六就應該會寫 它不是這樣子亂寫 看起來好像零 那我就會覺得 可是妳講一遍 講兩遍 講兩遍 你這麼寫六 我看不懂 我問一下兩位 是不是有一個說法是 孩子越打越罵會越笨 對 因為這些 外加的這種強制的教養 會讓孩子的自由思考空間被鉗制 還有它可能將來就屈服於你 也許你會成功的 讓它屈服於你的管教之下 但它等於是學會放棄 它所有自己自理的能力 所以其實教養上面都是有彈性的 是比較好一點 媽媽就是對它溫柔一點 那娜娜咧 不要一直跟我講話 蛤 妳是說寫功課的時候 寫功課 寫功課 平常是可以多了解 可是平常可以跟你講話嗎 不行啊 好痛 為什麼 為什麼我沒有講話 對 我 我 對 媽媽受傷了啦 對 我受傷 好可憐喔 對 她每次聊都很怪的 什麼意思 媽媽都跟你聊 不是念你是不是 沒有 她就一直說 你在跟著講話 是個男人對不對 不是 那所以 是男人嗎 不是男人嗎 應該是不是 不是媽媽 那個手說話 沒有 我只是在代替就是說 因為有時候爸爸不方便問的一些問題 都問我問啊 OK 這樣講 Nana 如果媽媽想了解妳的交友狀況 媽媽怎麼講 妳會舒服一點 就是 如果妳要跟我講的話 再跟我講 那如果妳都不講 然後慢慢很急怎麼辦 我會啊 我還是會 如果我自己想 對 而且妳知道嗎 她其實還蠻棒的一點 就是她讓我加她的Facebook 喔 那這個已經是 等一下 她搖頭是被逼的 被逼 妳要開心其實像我們 有些家長只能加自己女兒的粉絲團 妳知道嗎 妳家這個好有喔 妳知道我是加她Facebook 我才叫她嫁人啊 她嫁給誰 妳已經嫁人了 妳知道嗎 然後我女兒叫Angelina 結果呢有一天 就有一個媽媽到學校去 就跟我一直說 欸 有一個人叫Angelina Bieber 她這樣子在哪一班 然後全校都會想說 沒有這個人 她嫁給了賈斯加斯丁 然後我也不知道 她把她的Last Name 她的姓換掉了 所以那個Facebook永遠再也找不到成 妳知道嗎 從此她就變成Angelina Bieber 好可愛 可以喔 欸 媽媽 等一下 我們自己小時候有吧 我旁邊還有一些女製作人說 我是劉太太 叫我劉太太 我說誰啊 劉德華 我說你還好吧 不是 就一定會這樣啊 對 可是如果她直接把姓換掉的話 那個 那個經歷寫 已婚 妳知道嗎 就每個人打開了 妳女兒怎麼了 沒有 應該這樣講 我們調整心態變成 妳要變少女 對啊 妳就瞭解她的心 我也喜歡 Justin Bieber 欸 妳要穿成美容嗎 妳要那麼強啊 妳婚的嗎 妳 我有帶她去看 Justin Bieber的演唱會 我跟你講 妳帶她去看對不對 我跟她爸是在外面 等著她兩小時 不行 一定要一起加入 不是 她不要我們進去 她丟臉啊 是 對 這個時候會比較好 對 OK 沒關係 她的意思是說 媽媽她要講的時候 她就會講 我們等一等 OK 如果妳想跟我聊的時候 妳再跟我聊囉 應該是不會的 不會啊 妳知道她的眼睛推過去 好 她快走 對啊 好啦好啦 媽媽今天真的很給妳面子 好不好 媽媽很愛妳啦 對啊 媽媽那妳就學幾首 Justin Bieber 我會啊 那我不要這個 別 我不懂啦 算 我了解 我了解了 接下來 呃 宇涵的願望是 蛤 什麼意思 媽媽幫妳 Facebook 沒有 她有 Facebook 但她沒有密碼 為什麼 什麼意思 就年紀 就不能用 對啊 沒有 她要用的時候就要問我 然後我才會給 我才會幫她輸入 幫她輸入 對啊 我們家也是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啊 因為Facebook基本上是16歲以上才可以申請 哦 對 對 她現在是 她的年齡是42歲 因為是我的年齡 哦 她是用妳的那樣 沒有 我覺得 Facebook是一個那種交友環境 大家講的都是假話 你知道嗎 太複雜了 對啊 所以基本上 不是 今天因為一直有一個很大聲的 就這樣請在支持她 你知道嗎 兩個在那邊 結合了 而且我也不太想讓我女兒知道我的交友狀況 因為她加了我的FB 沒有啦 就是我覺得那個FB的環境 其實不太適合未成年的小孩 我問一下兩位專家 你們贊成 就16歲以下 我們對她的FB還是要稍加控管嗎 缺海叉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兩位是贊成的 為什麼 我們會 我們會認為這裡面 孩子判斷是非的那樣子的概念 還沒有非常非常的成熟 對 但是 媽媽與其用管控的方式 還不如兩個人一起開放 去讓她在那個虛擬的世界裡面 去判斷是非 我們會建議媽媽利用很多很多的機會教育 一起上那些留言的地方 然後提醒孩子 你看這樣子的發言是不正確的 或者說是 她在玩FB裡面的一些小遊戲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放手 OK 所以在適當的時間 給適當的機會教育 反而會讓孩子知道說你是關心她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FB上 很多人的發言其實真的蠻猖狂的 很恐怖耶 久了如果說大家這樣子互相的感染 就會說她也這樣講 我怎麼不能這樣講 而且可能一打開就可以看到 曾博士在教大家如何用刀跟槍 對不對 我這邊有一張我女兒拿槍 我們叫女性啊 打獵 打獵 打獵OK啦 是 所以今天呢 得票數最高的居然又是那個壞學生 是 我們曾博士 曾博士 而且我一次加成兩倍 是 一次兩倍 那我們到時候再去訪問她女兒 要逼她做什麼事了 好不好 那其實今天能在這邊唱所的裕员 都證明她們親子關係都還是很好的 要非常謝謝你們 那小朋友回去也 不會因為這個節目吵架吧 不會啦 好不好 盡量溝通 不會啦 我感覺她也要扒她 妳要扒她 好啦 要謝謝很多的媽媽 謝謝很多的小朋友 也謝謝兩位專家 謝謝